小企業 沒有咧 便宜了誰 中國咧 有沒有發現 大大小小的政策 都關心著人民的生活 不是台灣景氣不好 是政府無能 他根本寄出的政策 沒有辦法解決台灣人民的生活的經濟 為什麼生意難做 為什麼會要倒閉 你看政府寄出什麼政策 變相的 將台灣開始在 掏空跟一開始來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 這個是海綿道路 我高級班還會再講到 這個 我們就先跳過 千五金 台灣喔各位你們知道 台灣現在的經濟 各位知道希臘 有沒有看新聞 希臘 已經快要怎麼樣 國家要破產 啊 他們喔跟台灣的政策 是差不多的 全部 台灣人 部的公民的資源 有百分之 他們應該是百分之七十還是八十 都是用在公家機關 也就是公務員的身上 軍公教 台灣喔百分之六七十 全部都在軍公教 只有百分之約三十左右 是給我們這些普世的大老百姓 各位你們知道台灣人為什麼會覺得窮嗎 你們覺得十八趴或什麼 因為你不是軍公教 你有感覺 可是你只要去平均的 他的社會資源之後 你就會發現 完全是不正確的 這樣子國家就是一直舉債 一直負債 他不斷的選舉 就是不斷的負債 因為他只要選舉 他就會在軍公教育加強福利 那個就是他的鐵票場 這個真的政治陰謀 跟政治論喔 各位你們慢慢了解之後 你就會發現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台灣真的快不行了 台灣真的快不行 所以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他要離開台灣 即將離開台灣 各位你們知道 要會看 這個梅花喔 他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有沒有看到中國台北 裡面有台灣嗎 沒有 這個是中華台北 對不對 裡面沒有寫台灣 但是他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裁軍 行政院廢制案 平坦島建設 國共和解 我們來看 你網路上把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 是不是需要國防 需要吧 一個正常的國家一定要國防 可是他為什麼要裁軍 一目美國下達命令 對 你很聰明 美國告訴他說 抱歉喔 你讓人發現了 你要進去台灣 可是很不好意思 你是流亡政府 國際戰爭法 萬國公法裡面規定 流亡政府不可以擁有自衛隊 超過12萬人 以上 否則他在國際間 就稱為恐怖組織 因此他要裁軍 因為他即將離開 他要將他自衛隊降到12萬人以上 這才是真相 對 對啊 一個正常的國家 這樣 一定需要國防 行政院廢紙案 你隨便打 他跑出來的不是一條兩條 是幾百條幾千條 這麼多的廢紙條例 你點進去看 隨便點啊 廢紙國防護軍組織條例 總統馬英九行政院廠將一化 為什麼 一個正常的國家 為什麼要廢紙這麼多的條例 他有廢紙的一件事喔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用不到 他即將離開台灣 他的 中華民國的領土剩下哪裡 各位知道嗎 金門馬祖 還加了一個平坦島 所以在台灣 用不到這些組織條例 廢紙 政治台灣創造的是什麼 一連串的假象 這一個島是哪裡 平坦島的建設藍圖 漂亮喔 它要改成什麼 科技大島 綠能大島 拿誰的錢蓋 賭台灣人的納稅錢 然後去蓋他的家鄉 台灣用核能發電 他們用綠能發電 各位知道嗎 平坦島 兩三年前 是很落後的小漁村 他兩三年後要把它蓋成 剛剛那樣科技大 將所有的錢喔 就跟我一開始講 剛來到台灣 將台灣所有的物資收花一口 一樣 現在在偷封台灣啊 去蓋他的家鄉 然後蓋他的資源 真人才啊 複製台灣啊 真球台灣人 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 我爸爸 他是一個政治狂惡者 而且他是分藍的 我跟他講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告訴你 因為他們都看新聞看政論節目 我爸爸超會講 哇喔 一開始我真的講不過他 你知道嗎 很像我講耶 喔 可是喔 看到這個新聞 我就 爸 爸我請問你喔 為什麼 台灣人可以去中國大陸 當公園 當官 欸台灣是台灣耶 中國是中國耶 我沒有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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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可以去中國大陸當官 我爸回答不出來 我爸說 我告訴你 我也很奇怪 所以喔 各位知道嗎 我爸辦了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他也覺得很奇怪啊 雖然他嘴巴說 他已經辦了 他心裡面其實是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他們兄弟一家親 人家的國共和解案 兩岸共治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看到沒有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台灣人的情去蓋 迷失了台灣 現在是什麼狀況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太陽花旋雨 他們去抗議什麼 反吾罵 反吾罵 有沒有 那你看這個學生被衝倒在地上 很可憐嗎 齁 我們有一起太陽花旋雨的學生 他來上課 我就說欸 你有去增加太陽花旋雨 他說對呀 我說 請問你為什麼要去參加 因為我愛台灣 喔 很好啊 欸 那你去幹嘛 反符帽 反ACFA 那請問你有沒有看過 符帽跟ACFA的條款 欸 沒有欸 那你去幹嘛 因為我愛台灣 你知道符帽跟ACFA 從頭到尾都沒有寫到台灣兩個字嗎 欸 不知道 那你去幹嘛 因為我愛台灣 所以喔 愛台灣就被衝倒在地上 你知道嗎 符帽跟ACFA 從頭到尾就是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的 國共和解案裡面跟台灣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台灣人不知道 喔 台灣人不知道 那只是因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目前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所以他在台灣還在運用台灣的資源 可是他有很多的東西 跟台灣已經是沒有關係 各位你們能想像嗎 我們現在已經要上區期 接下來還有可能進入什麼 雙政府時代 其實已經進入了 我們在國際上已經是雙政府時代 我們在國際上已經是被承認了 已經是被認可 就是中華民國不認可 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呢 他必須要怎麼樣 去跟他的兄弟 跟他的中共 跟他的中共 參加 我們跟中國是沒有仇 我們跟中共是沒有仇 台灣跟中共沒有仇 沒有仇 沒有關係 是中華民國跟中共有問題 台灣跟中華民國是有仇 這個慢慢的你們去消化跟理解一下 如果法理你在深入的了解 你會更能夠了解 這個其中的這個含義 所以2015年是台灣很重要的政治年 2016年也就是今年是一個關鍵年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上水道漂不漂亮 你看 各位你們知道這是水溝蓋 台灣的水溝蓋 是那個黑色的有沒有 然後你走過去 鑰匙不掉 就倒 倒不下去了 有嗎 黑色的六個槓 有沒有 這個人家啊 日本 有漂亮嗎 漂亮喔 他這個喔 下水道蓋這樣 他下面喔 他不是只有一層 他下面還有一層 兩層 那你這樣子喔 雨水什麼髒 沖肌 流下去 倒下水道 還會臭嗎 不會臭了 是不是水就很乾淨 對不對 不漂亮喔 如果台灣啊 以後 下水道蓋這樣子好不好 好不好 你們覺得咧 剛好 不錯喔 不錯喔 那我們表決通過啊 以後就叫國土交通省蓋這樣啊 這個就是喔 台灣喔 未來 各位你們有沒有想過 台灣人的未來要邁向什麼樣的國家 我在跟朋友講法理的時候 他們都問我 你們台灣民政府要執政 你們有信心做得比中華民國聯王政府還要好嗎 你們要帶台灣走向觀光大國還是工業大國 你們的政策在哪裡 你們要如何改變台灣 讓台灣人過上更好的生活 這就是各位加入台灣民政府之後 要去學習跟思考的事情 但是律師長有講 各位你們一定要摸著良心 我剛剛是有講 給各位這麼好的福利 對不對 這麼用我的薪水 是為了什麼 因為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貪污為一 死刑 你們都不知道 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 貪污為一 死刑 所以現在為什麼給公務員這樣這麼好的福利 就是希望你們能夠摸著你們的良心 來為本土台灣人盡一份心力 你們不缺錢不缺吃不愁穿 你們不要再拿非法的名指名高的一分一好 你們要摸著你們的良心 來為本土台灣人謀福利來做事情 我們才有這個資格來改變台灣 是不是 所以改變觀念行動 改變習慣 改變命運就會改變 各位你們要思考 台灣民政府將來要走什麼樣的方向 不管你要做議員 還是您要做內閣 你們都一定要有一顆 來為本土台灣人服務的那個心 好不好 有沒有信心 有喔 這麼小聲 有沒有信心 沒有 希望我們一起加油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